看到我戴這個安全帽 知道我今天要做什麼 就知道你要做壞事了是嗎 跟大家先講一下 看到後面這個房子 應該就知道這是透天嘛 我們之前不是在這個所謂 要買公寓跟買透天這個影片裡面 跟大家有蠻多的互動跟迴響 對 我跟你講我那部影片回去啊 跟我老婆慎重的討論以後 決定買透天 但我們把它變成10年計畫 喔 10年計畫 這個大家都喜歡透天 可是透天的養護成本非常的高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它的定樓會特別熱 冷氣怎麼開都開不冷 這第一個 那第二個 就是說我們這個冷氣這樣子開的情況底下呢 電費特別的高耶 第三 你都知道夏天是我們的汛期 汛期意思就是比較容易下雨 你會發現特別容易避來 特別容易落水 師傅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對對對 我們之前不是做過頂樓防水層嗎 對 這不就把溫度的事情解決了嗎 可是沒有這麼簡單啊 你有沒有想過頂樓防水層以外 如果我們上面再加一個東西 還可以幫你賺錢 我跟你講我今天就當宅黑 今年有一個新聞喔 它說 太陽能板從農會的七樓飛落 砸到車子的玻璃 我還要再講一句話 太陽能板勢必一定要打動在屋頂上吧 這樣更容易漏水好嗎 說這個東西都非常的有趣 也非常的有道理 今天我們剛好就是 來到這個陽光福特加 它這個一個工程的暗場 先說一下 這陽光福特加 它是全台灣規模最大的全民電廠 所以它蓋了差不多有600座的太陽能電廠 所以他們官司打不完是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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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就透過這17的影片 帶大家看一下 細節跟人 就是你剛才講的這些都是重點 有沒有把它鎖的牢固 到底會不會漏水 這些都是一些大家在care的事情 對不對 我們直接去現場去看一下 人家怎麼做的 OK Let's go 所以師傅你要上來了沒 哦哦好好 好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頂樓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地方就是很簡單 我們一個很典型的透天的時候的頂樓 它大概擺設設計大概就是這樣 那少部分的有的會有一些女兒牆 人家周圍是農田 我相信太陽大的時候一定超熱 我告訴你商機無限 為什麼 及早進場趕快現在鋪起來 因為附近沒有遮蔽物啊 對不對 等一下等一下 你現在已經開始在 哈哈哈哈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畫面這個地方就是港狗 好我們可以跟著鏡頭一起來 這個是還沒有完成的對吧 對這只是目前正在進行中 到時候在鋼架搭設完成了以後 我們才會在鋼架上面鋪設這個所謂的太陽能板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得到鋼架 它又不是用西形鋼 你看它主結構柱子的部分 跟橫陽的部分 都是屬於用這個8mm的H-PIN 比西形鋼強多了 只有側邊這個是補牆的部分才會用到形鋼 主結構都是用H-PIN 但是這個主結構H-PIN的地方不是隨隨便便搭喔 這些的結構是有經過結構計算師進行計算 告訴你說你的這個結構沒有問題 才可以這樣進行施工 只有一個問題耶 對你說 你這H-PIN最下面那個地方啊 那是什麼 那我們來給大家來看一下 你看這隻H-PIN 它要坐落在我們的屋頂上面的時候 它是不是需要鑽洞 它已經有經過紙巾的動作 乾燥固化以後做這個防漏的動作 那等到後期它會用一個模具 整個機裝的部分把它灌住起來 灌好以後還會進行用防水器去做防漏的動作 那當然剛好我們跟這個工班有進行一個協調 它特地留了一個位置 好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什麼地方細節是要注意的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麼厲害你跟工班還有協調 喔開玩笑 哇賽你自己真的有從事太陽能板4月是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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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這個是十字是待會我們H-PIN要坐落的位置嗎 對因為先預設我們要方樣的點線來去畫出十字線 做碳管一個動作 那目前看到的分量也是連續有好幾個黑點產生 喔有有有看到 那一直橫向過來的分量代表說 在這個部分我們就要特別來去留意 所以探測完就可以大概知道說 它裡面電管的走向 剛好這邊好像有一支對不對 然後剛剛這邊也有個信號 是 所以也是這樣代表說 我們在我們的位置點上來之後 它是可以完美的閃過 好資金交來了 六分牙條登場 好 它不是直直督進去喔 它要轉那個牙 是不是這樣子我們等一下就是等它乾 大概要靜置多久 最少要一到兩個小時以上 好一到兩個小時以上 所以我們現在要吃飯了對不對 好 這個荒嬌野嶺的外送不知道會不會送啦 哈哈哈哈 你的外送餐點拒絕餵你的外送 好 剛剛紙巾是不是已經直完了 我們就準備來上我們這個太陽能板 因為我們這個鋼架 有一部分前面已經做完了 現在這個師傅我們手上拿這個太陽能板 這個尺寸是1米9乘上1米3 厚度是4公分 我們就直接請師傅來為我們示範一下 大概是怎麼操作的 師傅有請 這個應該很重耶 我拿這個我感覺這個都會有 心裡會有壓力很大 因為剛好有一點風 這個真的要注意安全耶 因為頂樓風又很大 好現在師傅們他已經是在對這個鎖孔 然後當他對到鎖孔的時候 師傅們就開始由下往上鎖固 好這第一片已經先hand tie了 但是他第二片放上去以後 他還會進行一個動作 板子跟板子中間 他還會再加一塊這個固定片 能夠把兩片緊緊的扣在一起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下鎖上扣上壓 好現在太陽的門板已經鋪完了對不對 好那剛剛我們之前不是已經有先做紙巾嗎 紙巾完他現在已經乾燥以後 我們就要進行後段這個H鋼的結構 然後幫他阻力 我們大家一起跟著來看吧 了解 終於啊終於啊終於啊 好不容易真的千辛萬苦很多的師傅他們一片一片把他煮起來 其實你會發現在煮這個過程當中其實蠻危險的 第一個你要登高作業然後有時候又有太陽 如果萬一風比較大一點點的時候還是會有一定程度危險 好在這師傅他們通力合作把他一片一片都鎖顧完成 那同步進行的部分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地方 早上我們之前他是不是已經有進行紫禁膠啊 好像已經乾燥完成對不對 那現在他就透過這個模具然後打水加上這些泥灰 待會要把他灌起來 等到他完全乾燥的時候才會進行脫模 最後在塗上就是說防水器 師傅整個太陽能板全部做完了 帶大家看一下整個完工的樣子好不好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現在是身後這個地方 好這就是我們這個整個太陽能板 好這個整個整體完成的這個樣子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過程當中其實非常的辛苦 我覺得他比做頂樓防水層還辛苦 真的很硬拍片也是很辛苦啊讓你懂的齁 沒人care你啊 好我們先帶大家看一下內部的一些構造好不好 有沒有你看剛剛這個開場的地方 你現在進來這個地方就居然瞬間忘了 沒有溫插了是嗎 好涼快突然覺得帽子可以脫掉很舒服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除了涼爽以外 我們可能大家會care一下就說 這個結構會不會有問題啊不會 它這個所有的這個主結構都是用H-PIN 把主結構撐起來以後 我們才能夠把太陽能片一片一片把它串在一起 固定完了以後因為它上面非常的熱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每個鎖點的地方 它都會打這個錫孔 避免說因為熱的時候它的緊固的程度 可能會有點鬆脫跟晃脫的現象 那我們目前這個現場大概有20片 10片串連在一起做事情回路 還有另外10片串連在一起做成另外一個回路 總共有兩個回路透過我們的這個線槽 一路來到這個地方 你看它這邊寫一個DC測電源 但它這個直流的電源進來了以後 還會來到這個地方 PANEL DCPANEL 我們來看一下 好這些裡面就是一些防突破的機制 還有這些BLEGAR開關 避免它有些特殊異常的時候 會導致去傷害到你其他的元件 所以你要有個防突破的機制 直流電源進來以後 我們就會來到這兩顆 這兩顆是什麼 Inverter 所以它寫INV 它就是轉換對不對 對 直流變交流 並且變成我們的目標電壓 再送回我們的電網 但是這個地方就有寫 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警告喔 小心觸電危險喔 所以它這個地方是高壓在這裡面 這不是我們的專業 我們就不要亂摸 那我們現在是可以在這邊介紹 是有專業團隊在後面 你說我嗎 我在後面 都有都有 政群 露線了 因為我們團隊有200多人站在現場 你是說看得到的部分 還是看不到的 這個我們把直流變成交流的過程當中 除了說它變成我們的逆變器以外 它這裡面還提供了 兩個很重要的一個保護的機制 萬一它有漏電的時候呢 它就會啟動這個防護的機制 去保護我們這些元件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這個電要去哪裡 要送回我們台電的電網 如果當電網的這個狀況不穩定 它就會自動的停機 然後可能等待300秒以後 或是一個時間以後 它重啟 它檢測無誤 它才會繼續把電送回這個電網 我就想問啊 像這樣轉換的時候 電磁波一定會產生嗎 對 會產生 這樣一定會有疑慮對不對 對 一定會有 你是沒有要接我慌嗎 有 那你就你要說 我相信大家會有這個疑慮 沒關係 我來幫你破除這個意思 對對對 好啊 會嗎 好 我們再一次 你懂了嗎 好 這個電磁波這個事情 其實吵得沸沸揚揚 根據電磁學 電磁波的強度 與距離的平方乘反比 我現在如果跟它距離是1公尺 假設這個強度是100 當我距離變2公尺的時候 強度剩多少 是變了25 這件事情先確立了以後 那我們就來認識一件事情 家裡不是有吹風機嗎 但吹風機 你如果量測它很近的時候 電磁波超級高 所以我們現在也是一樣 假設它就是一個吹風機 我們先量看看啊 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 現在這個單位是豪高斯 它Scale是用2000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它的偵測的點應該是在這邊 有沒有 Sensor 好 現在目前的時間是下午1點半 然後聽說颱風明天就要進來 所以是萬里烏雲 所以它現在的發電量 應該是最瘋狂 最狂妄的時候 前後左右我大概都量過 來看一下 579 579 我剛才是貼著它量 那我們現在離它遠一點點 距離它50公分 我們大家看這樣子還剩多少 有沒有 4 只有4 那如果我這樣子接近它 慢慢接近它 慢慢接近它 有沒有 要到這個距離下來 它才會漸漸有感覺 很貼的時候它才會上升 而且是在某個位置的時候 它才會有一個 很高的這個 那到這瓶 這裡才會有到100多 那如果我把它復歸 所以我才拉出來一點點 你看只剩23 當場連1 4都不到 所以在距離的作用底下 它直接被吸濕掉 其實基本上是沒有危害 那我們看完這個逆變器 它跑過來的時候 這邊有一個端裝置在這邊 這就是我們的配電盤 變完交流器以後的這些 BLEGA的配電盤就在這邊 然後最後就直接送下去 到我們的樓下會有電錶 這樣我才知道 總共要發了多少電的度數 對不對 當然不是說 只是單純這樣子做操作而已 我們這旁邊 還會有一個叫監控箱 我們打開先給大家看一下 欸你發現這很簡單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設備 為什麼呢 大家都知道 我們在家裡面安裝這個 所謂的這個太陽能以後 你會不會想要去知道 相關的一些數據跟細節 發熱狀態啊 對對對 這個機器呢 裡面有一張內建的4G的信討 直接送到 它們的這些雲端的系統裡面 那你就可以透過你的手機的APP 直接去查到 現在目前家裡面這些太陽能的 發電設備的發電的情形 師傅來到屋頂上啊 不免俗的 我們就是要做一件事情 開Party烤肉嗎 先Call 這樣 喔 不要不要不要 沒有啦師傅 我們來到屋頂上就要做一件事情 量溫度 我們就來看看 太陽能板下面的溫度 跟戈壁的溫度到底差多少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越拿越大隻欸 好 我們現在就可以看得到 這地板的溫度大概就是 38 36 最高只有到39 好 那隔壁 我們因為這一整排 同一個時期蓋的這個房子喔 所以它這個防水的做的時候 是同一時期一起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隔壁 沒有太陽能板遮蔽的時候 它的溫度大概是多少 現在時間是1點42分 超熱的時候 好 我跟壁開我是一個引擎 好 這樣看 最高溫55度 最低溫也有53 所以這個畫面中的均溫 可以說是54度喔 好 這個畫面差了14度15度欸 算了 我覺得太熱我先進來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其實不只是說 樓下會比較舒爽比較涼快 這種情況底下 你這個屋頂的這個 漏水的機率是不是大大的降低 所以就坦白講 你裝這個太陽能板以後 這個溫度真的差非常多 是不是這樣整個看完啊 是真的覺得不錯也滿理想 可是我們要怎麼去加入這個產業 這個好問題喔 如果說你家裡有一個自己的屋頂 但如果你願意自己投入 花這些錢 把這些設備買斷 那你可能就要花一筆很大的費用 但是另外一個好處是說 那你未來你這個店賣給台電的時候 台電的費用就會交給你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已經有自己的屋頂 但是你沒有這個足夠的資金 或是你沒有這個預算 想要去搭建這些硬體設備的時候怎麼辦呢 還有另外一個方案 我們把屋頂出租給 類似像這個陽光福特加 那陽光福特加 它每年就會支付你 應有的這個租金 那如果這中間如果需要維護怎麼算 如果說你是不出資的時候 這些維護費都由他們來處理 免費喔 你就只等著領錢就好 那如果說你是要自己出資 那這些買斷 你就要付錢請來幫你做維護 能理解啦 這很合理吧 我再幫大家補充一個點 如果說你今天很想加入這個計畫 但是我又沒有屋頂怎麼辦 我就沒有房子啊 先哭泣吧 先躲在棉被哭吧 原來太陽能板 也是天龍人才能擁有的東西 不不不不 你也可以用出資的方式 比如說這個太陽能 以一片一片一片的方式來做出資 就不需要有這個屋頂 它就是有一些相關的一些細節的配套措施 也是可以來一起加入這個活動 陽光福特加它自己本身 有一個非常良好的這個官方網站 裡面都非常的公開透明 你想要出資一片兩片三片 可以回收多少錢 自己拉自己計算 這邊它都可以跑出來 讓你明白 總歸一句話 你不管跟哪一個太陽能板的廠商合作 對對對 我覺得合約一定要看清楚 保障自己的權益 其實今天這整集啊 施工這件事情其實很重要 很重要 不要真的裝了太陽能板 結果最後吃官司 就像我們片頭的那個新聞一樣 對對對 整個直接飛下去 那最後呢有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聯絡陽光福特加 那他們有專人可以協助 評估跟建制 那剛好呢 現在陽光福特加有提供優惠 給宅水電的朋友們 哦 所以看完這個影片的朋友們呢 有興趣就可以到我們的影片資訊欄 來了解一下 好好好 趕快點擊趕快點擊 趕快點擊 沒有這趨勢啦趨勢 你要弄幾片 先弄個0.5 哦 最小 怎麼會亂講 哈哈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宅水電的內容 是的 那如果對這些太陽能板啊 有任何其他的疑問或問題 都歡迎在我影片下方留言 好記得 每週五晚上繼續準時收看 YouTube宅水電 掰掰 發電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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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愛嘛 用 還是要用太陽 用行動 說真的 如果你家真的有一個屋頂 你會這樣弄嗎 會啊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超涼快 你剛剛遺漏到一個部分 真的嗎 他那邊做防水 我們是不是沒有講到 有啦有啦 你有講到嗎 我沒有 我是說他有做啦 哦有做 而且我告訴你 這個有認真做哦 他不是有講過嗎 要有底漆跟面漆哦 他都是有做的 不是只刷一層而已 好這吹風機哦 看一下吹風機是多少 最高300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還是就是 400多 要跟大家講說吹風機也不要拿得太近 對啊 對啊 所以我還是要有距離 然後我假裝下吹頭髮 然後這樣看這樣是多少 這樣涼 這樣涼 涼完 咿呀 喔 這樣子涼你看 這樣子涼 重點是你的髮膠好厲害哦 有興趣 我知道我的髮膠是哪一隻嗎